在休假的時候 不要在早上約女生出門 可以理解 然後一天約的行程 不要超過十個小時 但如果是全部都要AA 或是全部都要我出 絕對沒有下次啊 我就會直接把錢殺他臉上 老子連看電影的錢都沒有啊 欸 聽說你在我們十春社會 有出一個新系列 約會 許願池 開放粉絲 就是在底下留言 希望能跟我做什麼 大家好 這裡是十春社 為你解謎大人才懂的知識 我是吳茂茂 一個色色的AV女優 在開始之前 如果你對大人的知識有興趣 歡迎你按讚 留言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今天的主題是 身為男生要怎麼取悅 另一半呢 就是如果你有男朋友 那你希望你男朋友怎麼取悅你 這我們剛私下有聊過 你說一張黑卡嗎 對我刷 我後來想想 好像也是耶 螢幕前面的男性 誰有一張可以 任我們刷的黑卡的話 就有機會得到芳心 又來了 現役男生如何取悅女生 我真的還是覺得 你們不要先想著說 我要怎麼樣取悅女生 你們只要想辦法讓自己 不要踩到女生 就可以了 我們要求沒有那麼多 你們只要不要踩我們的雷 可以保持愉悅的心情 我們之前是不是有聊過這一個 對 沒錯 我們就是非常討厭 我們沒有經過大腦之後 跟我們聊天 對 我真的覺得這樣不行 因為在生活上遇到的男性 其實會有很多很多 他們不知道自己怎麼樣 然後他們會覺得自己很幽默 哇哈哈我好好笑喔 但其實其他人不這麼覺得 所以我們建議的是 光想著要取悅女性是不夠的 你要想著我要怎麼樣 避免這個女生的雷 談話內容 應該就可以知道 這個人雷不雷 怎麼樣幫助這些盆雷的人 變成不雷的人 記性的觀察女生的反應 我覺得女生的反應會很明顯 我覺得我們之後就寫一個 要怎麼樣踩到女生的雷的細項 然後避開那一些 我問你時候叫男生去踩 哈哈哈 就是讓一個男生 利魯仔仔去驗說 怎麼樣會踏到女生的雷 那鏡頭前面的觀眾可以明確地 避開那些討人厭的行徑 在休假的時候不要在早上約女生出門 可以理解 你可能要預留兩個小時的時間 讓女生有出門的行李準備 然後一天約的行程 不要超過十個小時 哇我要帶女生出去 然後我從早上十點排到晚上十點 那個真的是有點NG 我覺得非常 就是中間都沒有空閒時間這樣 然後 你是第一次約會會喜歡收禮物的人嗎 我不喜歡 我目前認識到的女生 其實大部分不喜歡 第一次見面就收到禮物 尤其是那些禮物 不一定是我們自己喜歡的 貴不一定好啊 現金其實會有一點負擔 你跟他還沒有建立一個很深的關係 我今天跟我男朋友在一起 我當然可以說 欸你把錢給我 好 有人搶著 之類的 我滴滴確認是會這樣子 跟我男朋友講話的 就是說欸 我想要這個 喂 我想要喝奶茶 喂 我想要吃牛排 喂 怎麼越來越胖怎麼辦 我不知道別人啊 但是我的話就是 你第一次送我禮物 我會覺得 為什麼 那如果我收下了是不是 你會跟別人說 我們第一次見面你送我禮物 我還真的收了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 要不然就是 我第一次出去我也不會 什麼都男生出錢 你第一次跟男生出去 就是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你會希望男生幫你付錢 我全部都AA 在交往的時候也是嗎 交往一開始我也是 到之後會希望對方幫你出 看吧 可能這個東西他買的 那下一個東西 我出錢 就是兩個人有一個互相的概念 不會就是什麼都要男生出 我都會什麼都要男生出的那一派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不幫我出 那你根本就不喜歡我 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不會挑太貴的 我當然會說 那我來出 那如果他沒有拒絕 那我們就不會有下一次約會了 因為你讓我出錢 如果男生提AA制呢 我覺得說那我出就好了 因為我不喜歡在那邊 一塊錢一塊錢分來分去的 我是一個大氣 又大方的人 但我不希望對方是小氣的人 我出比較貴的也沒關係 或者是那種 互相的感覺很好 但如果是全部都要AA 或是全部都要我出 絕對沒有下一次啊 對絕對沒有下一次 可是有些男生會裝大方 他有拿這件事情出來講說 欸我請你去看電影 我就會直接把錢 他臉上 好直接看電影的錢都沒有啊 就是完全父權主義的 男生就是要養我 我身邊有朋友就是 男生跟女生都是好朋友 但就是可能男生就說 幹我剛剛第一次出去 錢都我出 就是兩個人要互相啦 因為這個金錢價值觀的問題 還是需要兩個人溝通 女生該如何取悅男生 TWii 我會看男生的喜好跟興趣 他的興趣是賽車 那你要怎麼取悅他 我還送過賽車給別人 那有模型的 我以為那麼有錢 媽媽 我先 我先賣勝 就是送賽車模型 那對方很開心嗎 我是帶他們自己去挑 蛤 對 就帶他們去挑啦 但是我跟你說哇真的 那你可能就站真的不在囉 可能兩顆聖都不見了 女生要怎麼取悅男生喔 司書部長覺得咧 女生要怎麼樣才能取悅你 我 好好說話 好溝通 配合你叫公主兵 喔這個也蠻重要的 我超公主的 我公主還折抹著 網易算是公主兵 因為我就是會開始命令大家做事 我就會跟你說 我拿東西喔 那我會說謝謝 可是有些人不會說喔 有分有禮貌的工作 跟沒有禮貌的工作 就是有些人會當一部 就是理所當然 這種比較討厭吧 他會覺得覺得你是應該的 像某某這種的就是 他是算蠻有禮貌的 至少他會說 說謝謝 我覺得男生算什麼都可以 那你們謝謝我的方式就是 我 我跟你講90%男性好像都是這樣 如果女朋友要怎麼樣取悅自己的 最大的方式就是 脫衣 簡單 心痛 是嗎 不一定 如果是我的話 如果是只有脫衣服的話 我應該就是 每天都故意穿不一樣 給男生新鮮感 我覺得新鮮感 對男生來說應該也很重要 你看三個都點頭入道算 你也是 然後還有就是 女生要會打扮自己 你在家裡穿邋遢沒關係 男生帶出門 就是 天天要讓我們有能念嗎 你看 相信我們在場都是一群父權主義者 講的都是要討好男性啊 要穿得漂亮啊 要怎麼樣之類的 我覺得不是給男生面子而已 彼此都要給彼此面子 如果你有一個人在外面拍親戚 然後削男生的面子 那你們應該 不太會長久 或者說那個男生很M才有辦法 要不然就是女生M 大男人在外面兇 那可能他就是喜歡 喜歡這種被兇的感覺 我沒辦法接受 我也不能理解 我會臉臭 我今天是真的覺得 這一集真的很奇妙耶 因為我可以列出很多 如何取悅女性的方式 但是取悅男性 真的很簡單 就是脫嘛 基本上你好言好語 雜交 脫衣服 這三個加起來 我覺得我自己是無敵的啊 我還沒有遇到哪一個 男朋友的爸爸 不能這樣被收服的 所以外面的小三都 如果要當小三 基本上就是要跟 這個男生可以聊得來 可是有很多小三很厲害耶 他其實不愛這個男的 這男的很有錢 他還是有辦法 那就是倪異結合啊 我對老闆那個態度很好 然後我對他的軟言軟語 就是很好 你不要一直看我老闆 那都是為了我可以 好好的在這間公司生存啊 真的一樣的事情 就我要求的不是愛 我要的就是應該領的薪水 但有小三也很多是不要錢 他們只要愛 蠻可怕的 性愛最關鍵的時刻 活塞還是後戲 他應該要問的是 你覺得哪一個 前中後哪一個最重要 我覺得前面耶 前戲拍要怎麼樣取悅你呢 可能就是 抱抱親親 我非常喜歡抱抱跟親親 除了抱抱親親 撫摸 然後 你有用過我們高潮液了嗎 我已經用掉一瓶了 真的假的 有用到我們已經用完一瓶了 你們是機率很高吧 因為我這兩個月都沒有拍攝 所以就是 最近一個禮拜一兩次應該有 師村部長他女朋友 用完那個高潮液 都炒催 他現在是每一次都炒催了 你家的成分是什麼 麻卡 你沒有加麻卡 溫溫熱熱然後是舒服的 有些是太燙 然後有點刺刺的會不舒服 那個是剛好 然後會香香的 對 我自己的話 前戲活塞後戲 我喜歡活塞 就是前戲和後戲都刪掉沒關係 我只是喜歡活塞 我們可以直接來耶 所以我用潤滑液啊 因為輕輕抱抱 遇到沒幾個做得好了 如果前戲比較多的話 我會變得比較敏感 足夠的前戲然後堆疊 虛弧的高潮潤滑液 對那個連前戲都不用 就是會加速 你會更容易有感覺 如何一句話讓若宇馬上被人帶走 你有辦法嗎 就是跟你講一句話 你就會跟他回家 很多人可以嗎 我就跟我說 我家有很多陰鬥 我應該就會馬上跟他回家 我是那種狗的狂粉 就是超喜歡去看那些狗的 家是很多貓啦 如果 如果你跟我說 你家有可愛的貓咪啊 家人貓會扣空翻喔 這個很多人都講過 這麼老的哏 居然還有人在講 喔 其實當然是有人在用 哎呀 所以貓咪會是瑞宇喜歡的 然後有可能可以把他帶回家的 欸 聽說你在我們四村社會 有出一個新系列 約會 許願池 那是幹嘛 我們會現在就是開放粉絲 在這一集的底下留言 這一集 留什麼 就許願嗎 你許過願嗎 有啊 我想要有錢 我想要夢瑞給我一百萬 找你的老闆啦 你老闆比較快 就是在底下留言 希望能跟我做什麼 但我們就是會再選 愛與持不的關係 我覺得那種跟夢瑞做愛的 可以就先不用好不好 留一些你們覺得有趣的行程 對 就譬如說像出去 那如果在中南部怎麼辦 中南部喔 這可能就要跟老闆討論一下 目前的話就是開放 還是中南部的粉絲可以 可以寫 你在台北可能想要去的行程 跟若宇想要去的約會行程 就譬如說去吃飯啊 出去玩啊 當天一日的行程啊 貓咪那個咖啡館很適合去 你有興趣 然後又是一個溫馨的好地方 可是也要看粉絲有沒有喜歡寵物 所以為什麼他那邊不要來 沒有 因為有些人可能 就跟他約會 就是會開放 如果你對若宇有什麼想法 想要跟他約會 有什麼想要約會的行程 可以在這一集底下留言 你想要帶若宇去哪裡 然後如果是去旅館那種 你就不會被挑選 你留言沒有用 欸 會不會有人刷整排 去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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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促進我們演算法 把流量推高 那如果有看對眼的粉絲 在這一集以後 就更知道怎麼樣取悅你的粉絲 你會跟他們有私下的 更多的相處 除了錄影之外的 有可能嗎 就不要把話說死了 所以還是有機會 你要把握這個機會 在底下留言 這集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如果你對若宇有興趣的話 趕快去留言好不好 現在新系列就在等你們這些觀眾 我也蠻期待我新系列 什麼時候要開始錄 我要去錄影 如果要去旁邊觀看 我是萌萌 我是萌若宇 是的 我們在獅春社